1938年1月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了南京 已然后就开始向徐州地区发起攻击 中国军队在这里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大规模的防御战争 这场战争持续了五个多月 最终徐州被日本侵略者占领 徐州自古以来都是交通枢纽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日军占领了南京 济南以后就开始兵分两路 从南北两个方向向徐州发起进攻 占领了徐州以后 不仅能够打通华北和华中的占领区 而且还能够牵制中国军队从而发起对武汉的进攻 中国军队在得到日本进攻的消息以后 就集结了将近六十多万的士兵在这里防守 这场会战打得异常惨烈 无数中国老百姓和中国军人都死在了战争之中 在这场战争中涌现出了许多中国最英勇的将士们 他们以身殉国 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了新的攻防 最让人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军人在抬而撞的表现 这是中国正面战场上最大的胜利之一 鼓舞了中国老百姓的自信心 尽管徐州会战并没有从根本上阻止日本侵略者进攻的步伐 但是却消耗了很多日本军队的病力 为之后的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准备时间 而这期间中国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的敌后作战 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之中